大家好 我是阿倫 這次來露營我們有一個 我好沒想到 有一個很重要的 很特別的挑戰的東西 就是我們想要來做竹筒飯 我們有帶米來 而且因為剛好這邊都是竹林嘛 然後這邊也是 如果你有事先跟這邊的負責人講話 你是可以去 披一根竹子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把竹子披好了 現在可以看這個 這個片段是我們剛才去披竹筍的那個畫面 好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要來做竹 這什麼東西 竹筍 太一大隻了吧這個 超大隻的竹筍 雜蛙了很久 然後這個是我們剛剛自己劈下來的竹子 然後我們這邊又把它打開一個蓋子 然後我們現在米剛剛加進去 先稍微泡一下水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挑戰竹筒 竹筒是什麼 竹筒飯 竹筒飯囉 切一點竹筍 新鮮啦 新鮮的竹筍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老師 這個米跟水的比例 竹筒飯大概要多少 就差不多久 差不多久 憑感覺… OK 各位 竹筒飯 還有人的水在流嗎 啊… 竹筒飯在流水 啊 竹筒飯在流水 流水 這蝦片都已經瘋狂在流水 瘋狂漏水了 這是什麼情況 是它瘋了嗎 沒有…是 沒擺進去 因為我們剛才加了很多水 我們準備了兩桶 有…有開了… 各位 竹筒飯 裡面再加點水就可以開始來煮囉 竹筒飯 來… 你來煮什麼東西嗎 還有絲 喔 絲筒的絲喔 我知道 因為這邊地是有點稀 啊 啊 哎唷 其實我感覺沒有吃過這麼竹筒的竹筒飯 喂 自己砍得竹筒做成的竹筒飯啊 真的 希望不要失敗啊 失敗的時候就跟阿倫這樣子 對啊 OK 現在大概已經煮了15分鐘左右了 開始冒煙了 然後竹筒的開始變得有點黑黑的感覺 怎麼看得出來呢 對啊 不是 忍耐 忍耐不把它打開 雖然剛才有稍微偷看你們 噢 花樓… 發爐了… 相機沒問題 OK 我們現在稍微把它拿下來 讓它悶一下 我覺得應該可以了 叔叔 竹筒超燙的 大家小心啊 好 那我們現在再稍微悶它個十幾二十分吧 好 各位我要開了 各位 竹筒飯開箱時間 勝敗就看這一瞬間 鄉親啊 戴手套打不開 什麼打不開 戴手套… 手指頭變很笨 究竟這一筒飯 各位 各位觀眾 將將 很屌耶 好像…好像還可以喔 喔 它這個熱氣 來看一下 現在應該算成功了吧 成功了吧 謝謝兩邊的火焰幫我打光 第一次挑戰竹筒飯也許就成功 我要來挖…我要來挖一口吃吃看 每次玩二十萬 各位 竹筒飯 有沒有成功啊 有喔 這個筷子的感覺好像有喔 好 我會誠實… 配一點竹筍 等一下 我要拿湯匙 沒有 我沒有加味 對 加了達西應該會很棒 真是手燙 好 我們現在來吃吃看我們的竹筒飯 白飯配一點竹筍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 感覺還滿成功的喔 開動 想說什麼… 完全OK 飯不會硬也不會太軟 真的 很好吃 真的真的 你們試試看 第一次煮竹筒飯就上熟 我覺得它一開始那個 米要泡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樣比較容易煮透 而且也是老爺爺教的 老爺爺厲害 哇 這邊光線好亮 對 又燙 耶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做的竹筒飯 OK 第二個 第二個竹筒飯 哇 真的成功 超成功 哇 哇 對 而且這真的是香耶 嗯 竹筒香再配著那個白飯 還有那個我們有加筍子在裡面 真的非常的好吃 等一下 我這邊也試吃一口看看好了 免得一個是好的 一個是不是好的 而且它裡面完全沒有那種焦掉什麼之類的 鍋巴的都沒有 控制得好 誰…在那邊顧 誰在那邊顧的 誰顧的啊 真好 喔 好吃 Baby 那顧旁邊喔 它那個竹筒的那個香氣跟飯真的是有融在一起 沒錯 第一次煮竹筒飯就上手 然後我覺得它的秘訣就是首先呢 米一定要先泡 你一定要先泡 至少泡大概40分鐘至1個小時以上 然後你要讓那個米充分吸到水 因為這樣的話到時候煮的時候比較容易就透 然後你放在火上面的時候也要注意就是 不要讓它煮太久 但是也不能說放不久 你可以稍微偷看一下 就看到裡面的煙呢 打開一點點煙有很多冒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我覺得應該就差不多可以了 然後最重要的一個是你 煮完之後你要把它先離開火源 然後大概燜個10分到20分鐘左右 讓它那個裡面的東西能夠 把逼到飯裡面去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正統的做法 不過當然因為我們是第一次試啦 我們也只是用那種煮飯的大概的概念去這樣煮的 所以說能夠成功真的是太好了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對 這真的不是我隨便亂講的 是真的還滿純的 旁邊的人講的 旁邊的 而且旁邊不只一個人講的 我演 超讚 YA 第一次做竹筒飯就成功啦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準備再把 因為我們這次有準備很多很多吃的東西 然後我們稍微再吃了一下之後呢 今天這部影片差不多就要結束囉 所以說我覺得露營還滿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你在每一個不同的露營場 它的每一個地方的特色都不一樣 像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充滿了竹林的露營場 然後剛剛好就是 就是你只要付費的話呢 你也可以去使用他們這邊的竹子跟竹筍 挖竹筍之類的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平常露營還滿難能夠體驗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之後有機會呢 可以試著嘗試跟我們不同的露營 我覺得應該也還滿不錯的唷 好啦 那我這次來露營呢 我還有拍過拍一些其他的一些影片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其他的那些露營的影片囉 好 那今天的阿倫去露營系列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其實有些地方還是硬硬的 有嗎 我沒有吃到耶